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第一周的第二个作业是list 因为我们第一周也探讨到linklist 注意到那个写法 他不是link 是link 注意后面有加个ed 千万不要写错 linklist跟linklist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linklist的作业是搭配你所不知道的西元linklist跟非连续集结操作 好 然后呢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共笔跟解说影片看完 注意到不能只看解说影片 里面有共笔 共笔里面有大量连接 你说该不要看 废话当然要看 所以你知道每周的18个小时的要求是很基本的 一下子就会超过18个小时 如果你有投入的话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就是说我们这份作业很特别的地方是 尝试把linux kernel的程式码去化解 就是说像那一周我们把linux kernel的程式码抽出来 然后用相似的方法去重写 那这个训练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去分析问题的时候呢 那往往你没办法在很复杂的系统去 要重现问题是很困难的 但是你把复杂的系统切割 所以你会知道有模组化 那做完模组化之后呢 我也干嘛 我去隔离 最后发现我的机体操作是来自什么 来自这个buffer offload的疑虑 就是我遇到这个buffer offload 所以我把会发现buffer offload的最小的一个什么程式 一个可重现问题的程式把它写出来 所以注意到在你backreport之前 其实你要做的准备是很多的 所以注意到在欧美很多科技公司QA 工程师是很了不起的 那薪水有可能会比研发工程师来高 它是什么QA是什么的缩写 不是question and answer 是quality assurance 确保品质 你看就是这个品质没做好的话是怎样 是对这个品牌是有冲击的 品质做不好的话呢 是人家会对这个国家 社会会有一些负面形象 所以注意到其实QA它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不过你知道在台湾很多事情 会遇到不太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你的3000块助教 铁拿其实助教也是一个 在教学过程中也是一个QA 它要去确保教学的品质 它要跟学生互动 它要注意到收课老师哪些没有处理好的地方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你一个月给他3000块 铁拿这什么世界 挨世界 好 回来这边来继续探讨 就是说linked list跟实作 所以注意到直接来看程式码 好 我们这个设计师讲 就是 好 你可以在 打字 删掉 好 那你这边呢 你可以在Github上去取得你的这个程式码 好 然后你开始可以看一下lidmi lidmi 诶 诶 我真的忘记写lidmi 好 那 就是忘了好 那没关系 就是 我去执行的时候呢 诶 它就可以带到这样很有趣的东西 你看到 这个过程中呢 呃 事实上我的linked list的实作呢 其实很 只有一个档 就是list.h 那你看它的总行数是多少呢 它的 总行数呢 是438行 好 然后呢 你看到这边来讲 它的实作来讲 它不管什么操作 基本上都是在透过macro去做 比方说我这边有个什么 一个add 好 那比方说这个有一个list add 或是list move 那或是list delete 就是大概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里面的会大量用那个macro 以及用inline function 注意到我们在写的时候要加static inline 注意到呢 这东西是一个headerfile 很多人以为headerfile只能放选稿 不是 headerfile其实是可以放程式码的 但是放程式码的时候要很小心 就是我如果要要求程式码展开的话 你要特别加这个 加这个qualifier跟modifier 就是judgema加static inline 注意到 那我一旦呢 headerfile里面 用了这个static inline 之后的这个function 就是下次有呼叫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底下的程式码就会展开 那关于这个细节的话呢 请你参照你所不知道西元讲座里面的编译器 与最佳画篇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也请你参照 同样是你所不知道西元讲座的连结器 与执行档资讯篇 好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我其实真正去实作这个 把linus kernel的link list 把它重新怎样 重新实作只有400多行 但是呢 后面这个测试程式码可好玩的 来看一下它的测试程式码 可多了 你看哦 我们的那个 原本的程式码是400多行 但是真正你拿来测试 测试你的link list的程式码 其实你画了什么 700多行去测试 那它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有大量的什么 有test case 所以我们的test case 基本上都很单纯 比较比较容易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test list add 这样 好 那顾名思义呢 就是 顾名思义就是要去测试一个 呃 就是比方说我初始化一个link list 好 然后呢 我之后去增加新的成员 就是一个一个项目去增加 那增加完之后呢 这边有个好玩的东西叫forEach 所以当然这边有个forEach 那等一下我们看它的forEach的实作 诶 不过你会发现很好玩 我就对了嘛 我今天就是看到我这个资料 假设前面是1324 上面1324 这样加下去 所以我就是走访link list 每一个元素 然后做什么都做 就是每次走访的时候就把它加 好 那我这边呢 就是一开始吃1嘛 所以我就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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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呢 就应该要变成5个 那如果说没有5个的话呢 会已经透过这个assert 怕有人不知道assert 我们来看一下assert assert assert 它是一个macro 注意到 这边有讲assert是一个macro 然后这个macro很有趣 就是说你会在那边写一个表示式 就是这边你可以放一段程式码 你可以放一个数学运算 反正总之呢 这个东西的macro 会把这个东西展开 然后呢 如果这个表示式是false 注意到 在西元里面 什么是false 西元false非常简单 就是等于0就是false 那只要不是0就是true 就是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表示式会不会等于0 或者说等于0这件事 有发生没发生 那也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回去看看那个程式 所以你看我这边有个assert 然后接着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叫forEach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作 forEach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边有说明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把这个list的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成员 每一个项目去走法 Iterate Iterate 这个字在中文很难翻译 就是 你会看中国一些翻译 就是中国的翻译风格是这样 就是希望它每个字都有个对应 就是比方说Render Render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 就是它要看不同的情境 在图学里面有Render 资料库里面有Render 然后粉刷油漆也可以用什么 Render 你不相信对不对 Google书里面看 Render Raw 就是干嘛 就是粉刷墙壁 对不对 就是这个东西叫做Render of War 那如果说你照中国的翻译 叫什么 渲染 渲染 渲染一面墙 搞屁啊 这什么鸟翻译啊 这个鬼扯蛋 好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这个字也是一样 Iterate这个字呢 请你不要把它翻成什么迭代 固定法 这不对 注意到这边不能翻成迭代 这边是什么 这里要翻依序走访list的成员 好 所以我依序走访这些list的成员的时候呢 看这个东西很好玩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for 我把for把它封装起来 所以你看哦 刚刚那段程式码 很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很神奇的地方是 其实这个东西for each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for 但是我在写for的时候 注意到 原本在写这个for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做这样的封装 你要写一大堆很复杂的东西 比方说你这是什么 它这是什么 初始条件 然后呢 我的for回圈进入的条件 以及它在做完那个 后面的动作之后 就是后面的 就是做完底下这些动作之后 额外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 以前要这样写的话 其实要写很多程式码 但是我for each之后呢 我就可以很聚焦的在什么 我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高阶的思维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那个 物件导向 其实呢 不是说 硬要把你逼 说什么东西都要分成物件 注意到那不是物件导向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 化蛇天竹 我们今天思考物件导向 其实最重要的是 要从一个点去想 叫什么 讲ADT ADT的什么呢 叫做 Obsets Data Time Obsets 那就是抽象的资料形态 所以我有一个抽象的资料形态呢 它就是本质上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数学模型 对标华言又是数学 所以如果说你研究Linx Kernel 发现里面没有数学的启发 那真的是白看 你说 靠我花了十几年研究Linx Kernel 结果没有想到有数学的地方 你说我白看 我很生气 所以你看我的YouTube有时候 我就被你按那个负评 可能是我讲 讲话讲到一半就是 酸到别人 但是说真的 Linx Kernel 大量存在数学 你如果看了十几年 还没看出来 那真的是 你运气太好了 没有看到有数学的地方 但是注意到 像这个在电脑科学里面 有个ADT 它是一个数学模型 去描述这个资料形态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那一段 程式码的也是在贯彻一个概念 贯彻什么概念 ADT 所以你看 我们这边来讲话 我们建立一个Linkedist 那你可以跟他说 我在一开始呢 我这边 宣告一个list head 在这边 然后我在这边 就可以做初始化 然后呢 我可以把个别的什么 个别的这个 呃 个别的元素 一一的把它加进去 个别的成员 一一加进去 然后这边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边我们输入东西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指标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接这个指标 它就是一个地址 但是地址最终会指向一个 会指向某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好了 那是什么 它就是存放个空间 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边有个东西叫 ListItem 注意到 这里有没有ListItem 那这个ListItem定义在哪里呢 看一下 ListItem 这个ListItem呢 它其实是始作在 我们这边呢 就是为了测试方便 我们写个ListItem 注意到 这个ListItem跟我们的 刚刚ADT是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真正保存这样 它不是Upset 它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 我是一个真正保存资料的地方 在这里 可是呢 写程式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写程式的地方 就是说 ListItem的时候呢 我就传立一个 传立一个指标进去 所以你看到 我这个写程式 它每在哪里 每在说我这个 一个元素的新增 元素的新增 我新增的时候呢 我是给它什么 给它一个 ListItem 就是我给它一个指标 然后我把一个什么 相关的成员把它加进来 所以你看整件事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我这个Item里面保存资料 但是我呢 我就把这个Item里面 这个List传进去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今天要能够放到Link List 它即将它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讯告一堆资料 就写一大堆 不是只有I 你可以写IJK 什么的 你可以写一大堆资料 什么出生年月日 性命电话 反正最后呢 每个Item里面呢 再额外有一个Struck 就是这个ListHead 这个Struck 然后呢 所以你会发现 Linux的这个层次撰写 跟你以前看到这个 写程式的风格 有很大差异 你发现这样子清楚很多 而且你不用 你不用去思考说 我这个 每个层面多大 然后呢 因为它放在最后面 所以你看 我这个 我就是照着一个 开发的一个惯例 就可以去设计程式了 所以注意到Linux Kernel 与其说它着重的是物件导向 更具体来说 你要是什么 它是把这个ADT 这个抽象资料寻查 这个Upset Data Time 这样思维 贯彻在什么 贯彻在整个城市设计风格 然后注意到呢 这里面呢 就会有些数学模型 好 思考一下 我们今天讲数学模型 会讲到什么 它的边界 它的Corner Case 会讲到它的 像什么 运算复杂度 你知道那个Big O 然后呢 会有什么 会有些 Overflow 然后或者是 或是说 它在这个 表示上的一些 模糊的地带 所以这个注意到 这个ADT本身呢 它是有很多数学的成分在里面 只是 只是你一开始去看的时候 你看这边 看吧 这边就是数学 这 不是因为 没有什么太多算术 不是因为说 没有什么开根号 没有那个什么 以时为迭log 或者是什么 什么自然对数 有拍 这么好 你才能够那个数学 这边有一个思维 去贯彻 所以注意到 这边就是什么 就是比较怀疑 这边就是数学 请花一点时间去看看 它相关的数学 然后所以呢 注意到 林斯克隆很在意 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数学模型 所以注意到千万不要小看 这玩意 这里完全背后是有数学模型的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再回来去看作业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 我们想要引导大家什么呢 去学习 学习这个 林斯克隆的设计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 有一个自我检查的清单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 这个例子里面 H 里面有大量的 除了这个Inline function外 Static的Inline function外 我们大量存在那个Maker 那个Maker 跟一般的Function copy起来 有什么什么 就是成本 那另外一个颜色问题是说 我们刚刚那个Inline function 到底要什么样的条件 编译器最佳化才会防御作用 其实不是加了Inline 编译器就会把程式版Inline 不是 也是要编译器的最佳化 有开启的情况下才会运作 那所以注意到 回答这问题 你不应该只回答一行 你应该写一个测试案例 我去这样子测试 就是我写个独立 独立出来的程式 为什么你需要写个 独立出来的程式 道理也简单 你看看病人举足嘛 不然你那边就看老半天 一直在举足举足 对不对 就是穿着付费 很多人就是在那边 穿着付费老半天 换个角度想 为什么在台湾文竹那边 看不起 除了收入有可能比较低以外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被某些框架制约了 就是他今天在这个 试书 那些什么 就是这些 唐史 宋史 没有 他看了就是 宽量限制出 你今天就要去看欧洲史 你今天就要去看日本的文化 什么的 他可能就跳跃不过去了 就可能就陷缩在这个 所谓的滑脑上面 这是很麻烦的问题 反过来说如果你对文学 有一定的掌握 你可以很容易的 看懂很多不同的文化 就是你可以找到它里面 粗类旁通 可以贯穿起来 但是很多人其实 没有做到这件事 所以导致说 他可能就是 卖动他的文采 然后把他拼揍很多东西 弄得很华丽的文章 但是其实翻译成英文 不知道在写什么鬼 那也没办法感动到别人 那反过来你去思考 世界民著 就是你小时候看过那些 世界民著 什么老人与海 什么的 你看它里面内容 它用到什么复杂的 复杂语法 其实没有 但是他肯定有感动一些人 对吧 为什么 从他的叙事 叙事的风格 叙事的内容 题材 然后他的主演点 这才是什么 跟感动人 所以他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语文 一样可以感动人 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种假的文章 他只是在文字的框架下 钻来钻去 钻到半天 他的发展就很有限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我们来看 就是说检查事项里面还有什么 Linus Kernel 在哪个地方会用到这个 这个问题很难 注意 我以前面色的时候很想考这个问题 就是问说 是吧 问说Link List Linus Kernel Link List 然后 请你举三个例子 我面色的时候 会少一点 就叫你举一个 最近遇到的例子 然后干嘛 当场把它写出来 那当然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写出来 不是叫你去默写 然后 那写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他的程式去思考 这个人对科诺的认知是多盛 你要注意到什么叫懂 你懂个程式码运作 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在足够充裕的时间下 独立的重现 之前叫懂 对吧 就像我们讲的文学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个文学呢 通常就是背诵 什么那个 汉皇 诵色 诗清国 予以多予求不得 那今天叫你用一个 不同的方式去写 比方说 叫你用这个什么 用这个 现代式的风格去写 那你只能把它翻译 你写不出一个 在这个国情下 在这个环境下的影响 其实就表示说 你的感知 你在这个环境下 刺激是很有限的 好 那所以写成事实 其实也是我类似的事情 所以如果冲到 你就只能说 我解决问题是 可能很多人就很谦虚 我解决了自己小问题 OK 问题小没关系 是你可以做得多好 做得多细 这才是我们真正在意的议题 所以像我面试的时候 如果有人 他写个link list 用在 用在哪里 用在这个 schedule里面 schedule里面的link list 假设他有办法写出 其实我面试很多次 但是好像只有一个人 你都办法写出这个schedule 相关的程式码 那我就问 这个schedule 这样设计 他的考量点是什么 为什么schedule里面 会用到这个link list 然后呢 如果不用link list 我用其他的资料结构 有什么优劣点 然后 就是我也就是 叫他去探讨 去解释这件事 那通常这个 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 但是这其实是很 对我来说很 很棒的一个体验 就是真的遇到高手 遇到真的对坑的有认知人 那反过来说很多人 基本上 不要说三个 一个都可能写到半天下 我知道link list 但是 我捐不出来 坑楼有哪里 坑楼有一大堆地方 好 比方说找一次给你看 这个东西可多了 好 比方说呢 我们找一个什么呢 找一个这个 init this head 这个东西 它出现大 大大的 对吧 然后出现两千多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是跟网络有关的 然后 这个是什么 这是跟那个 这个什么 SCIF 那这个是跟USB 然后 这个是跟显示有关的 然后 这个是 虚拟化建设的那个DMA 好 随便看几个 好 然后呢 这个是 USB IP 跟USB的网络有关的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 台湾人的骄傲 这个 我们的螃蟹卡 所以你看 这个明明就有一堆程式嘛 对吧 就是不管是 或者是Devite Driver也好啦 或者是在这个 呃 很很关键的部分 就Devite Driver可以讲大一大堆 但是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没办法讲得清楚 其实是很 很可惜的议题 好 那去看 然后再来是什么 就在这个实作里面呢 比方说这个有东西 有个Type of 注意到 文记告诉你它是一个什么 葛努的Extension 然后这是 GCC特有的 那帮Claim给你去遵守的东西 然后 Type of 好 好 那比方说它就是 比方说像 有用到什么 有用到这个 Type of Extension 那么你说这个东西的 作用是什么 好 然后以及说像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的 运作是这样 注意到这边是用到 GNU的Extension 所以请你依据GNU的Extension 去回答 那注意到你在 搜寻的时候 会找到一些资料 那注意到 有些资料的写的内容 它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注意到你在网上 不是 不是叫你把这个网上的资料 复制贴上 排版 如果只要叫你做这个工作 不需要 就不需要来课它 不需要 安排一个课程在做的 我们今天的商务 为什么要安排一个课程 为什么要把那么多同学找过来 就是大家相互积极大 为什么要求你要把这些实作过程 把它写下来 因为你实作过程中 肯定有些有启发的 肯定有些都没考虑到的 对不对 你可以见缝插针 去安插一些什么 补充一些资料 这样我就可以去补充资料 你可以去找到别人哪里不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刚才讲到 在网上很多人也是一样 还是在举足 所以注意到 克服Linux Kernel 觉得要 攻克Linux Kernel 觉得要把 举足过去的这种肉席改变掉 当然一期之间 这样改变是很困难的 但是 请别想跟这件事 总之在这边很多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对LinkedList 去排序 各位不要怀疑 帅气吧 请你举足真实实验应用 给你一个提示 就是在Linux Kernel 就有排序 但是排序的地方 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 那你说 我要怎么搜寻 这个排序 不要傻到去说 什么LinkedList的Sort 然后Linux 拜托不要这样子找 好的吗 你要去思考说 如果 要你做一个 Sorting的程式 我需要哪些 哪些什么 哪些这个 哪些操作 所以比方说 它里面会有什么 ForEach 那里面会有什么 这个Delete 或者说相关的这些 这些操作 所以你应该要干嘛呢 你要去搜寻的就是 这些 这些Macware也好 这些Inline方式也好 所以千万不要用搜寻 因为Linux Kernel 它排序的程式码 它可能就不会跟你讲说 它要排序 注意到 千万不要傻到这个 不要傻到 只是用Google搜寻 来学Kernel 千万不要这样 Kernel 是解决实际问题 而存在的 然后 底下有问题 ForEach 底下会加SAFE的版本 有SAFE跟SAFE 都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有东西要给安全的 也给不安全的 所以为什么两个都 能够安全 为什么要给不安全的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思维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要去问你说要什么东西改善 把那个程式码给印出来 然后一起去思考 那工程的东西不可能完全只有好 比方说我们盖一条高铁 高铁最环境一定会有冲击 不可能全然是好的 当然 最终它可能 它的利益会大于弊 但是它的弊端我们要搞清楚 而且维护高铁 其实这是很大的成本 而且每一年挑战的不同 比方说在台湾南部 地层下陷很严重 所以高铁的经过 会不会加剧这种的影响 他就说高铁在南科 会有穿越南科 那南科有那么多晶圆 就是这个晶圆厂 有那么多晶密的工业在里面 会不会冲击到 这才是这样 去思考 好那继续来看这个作业的要求 那这些作业要求来讲的话 就有要求说各位去干嘛 去把上面所有的问题去回答 然后有参考资料跟程式码注意到 这些必要程式码不是你复制贴上的程式 而不是你Google搜寻找到的程式 不是 也不是从list.h里面的程式码 把它复制贴上 很多时候是你要自己写的 所以这才叫必要 独立的去检验的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请你学习里面的unit test 的实作方式 就底下这个 这个test的目录底下有一大堆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还要求做什么 要去实作出merch sort 很多同学都没有什么耐心 然后看它第一个就结束了 注意到我们叫你去写一个merch sort 然后这边给你一个小提示 我们给你的程式码 里面其实有两种sorting 一个叫insertion sort 一个叫quick sort 然后但是我们要求你怎样 去写出merch sort 那写merch sort的时候呢 注意到哈 我们有特别要求说 叫你把这个 我们之前有个作业叫dictionary 就是去年 实际上课过 修过相关课程的同学 有写过这个作业 不过没写过这个作业 没关系 反正里面有个测试资料 它是一个 有9万多笔资料的一个 一个字典 那这里面呢 就是打这个东西 当作效能分析的一个输入 然后再来把提升 然后就注意到哈 我们要求这个去提升 好那一样呢 这个东西在什么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共笔上去做 好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